是铁皮工厂高温闷烧 再加上风势强劲火势蔓延 甚至烧到了一旁的资源回收厂 火势延烧得相当猛烈 而且不断传出了爆炸声 消防队员到场担心铁皮塌陷 只能站在外围撒水降温 因为风势强劲大火更延烧了周边的厂房 浓烟满天甚至两好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 几乎是整个竹南工业区都被黑烟遮蔽了 因为火势猛烈现场有无人员受困 到现在都还在清查当中